我們這一次作品的創作主題呢 是以雞蛋為作發想 那是因為回應這個在地的一個農產的特色 因為我們在陸族地區有番茄、花椰菜、雞蛋這個特色 那用雞蛋這個也回應了生產這樣的一個意象 所以我們將雞蛋有裂縫這樣的形象 它產生出兩個不同的面向 一面是大人 當我們轉過去的時候是小孩 這象徵著一種關懷 那整個作品用兩種材質不同去對比出 這個雞蛋當它裂開來的時候 產生出一種特殊的材質的感覺 那我們希望整體的作品能夠回應 我們陸族科學園區的一個精神 就是在我們的生活、我們的生態、我們的生命上 能夠有更多的關注 謝謝大家 被解決定 提前來做一個混賞 比如說 第一次 我們幾年前 我們有些人 覺得有些人 在�記 有些人 是 對 感谢观看